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线剧情 游戏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名为霍福山的虚构山村 这里被污秽所覆盖 被污染的鸟菊在夜间会召唤出各种来自彼岸的妖魔 未哭 12个具有特殊能力的面具被盗 玩家将扮演守卫 宗 与拥有神力的巫女 世代 合作 白天准备战斗 晚上保护少女和村庄免受山中恶灵的侵害 游戏中的主人公与村民所戴的面具各自具有不同的神力 是保护少女的关键 通过清除村庄的邪恶污秽 玩家将能恢复更多面具 并与每个解锁了面具的村民合作 清除村庄的污秽 使霍福山恢复原来的美丽 随着剧情的推进 玩家将逐渐揭开山村被污秽覆盖的真相 并面对更多的挑战和敌人 游戏特色 其 女神之路 不仅在故事情节上展现了清晰的剧情脉络和明确的利益 还通过符号化的意向 为玩家提供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游戏世界 具体来说 该游戏的特色有以下几点 一剑舞与指挥能力 游戏是一款以 剑舞和指挥能力 进行的 神月战略火炬 玩家需要镇压来袭的异形 未哭 净化污秽 恢复山村的平静 游戏的关卡设计丰富多样 包含海路空各种主题 以及丰富的场景互动内容 玩家需要制定不同的战略 来应对不同的挑战和敌人 二塔防与动作的结合 玩家在游戏中会有多个玩法 包括村庄的建设 净化村庄 白天阶段 玩家需要净化村落 进行资源收集和迎击准备 夜晚则需要指挥首位 宗和村民们共同抵御妖魔的进攻 保护污女 世代 三昼夜交替机制 游戏内时间会不断流逝 具象化为画面左下方的计量图 白天 巫女 世代 会慢慢前进 夜晚 从各个方位的污秽之门 开始源源不断涌出怪物 玩家需要指挥首位 宗 和村民们共同抵御这些妖魔的进攻 自丰富的职业系统 玩家可以解救并转职村民 解锁更多职业 如棉人 攻取 角力 阴阳师等 每个职业都有其独特的战斗方式和技能 玩家需要合理分配资源 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五 充满挑战的boss战 游戏中还有很多boss战关卡 每个boss都有其独特的技能和弱点 玩家需要精准的操作技巧 和合理的策略布局 以最大化的利用资源和优势 六 美术风格与文化元素 游戏中的角色和场景设计 深受日本服饰会的影响 采用了大量的传统图案和色彩搭配 融入了丰富的神道教符号和元素 增加了游戏的神秘感 总体来说 《棋》 《女神之路》 游戏 以短小精悍却又耐玩的内容 给玩家带来了愉悦和欣喜 虽然该游戏在特色鲜明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 村庄移动过慢 建设部分较为繁琐 模像界面交互复杂 角色动作略显飘忽等等 但瑕不掩鱼 这款作品已经为玩家提供了一个 充满策略与动作的游戏体验 让人期待其续作的表现 续章之后 我们将结合主线流程 对游戏中各关卡的难点进行讲解 欢迎继续收看 See you 请不吝点赞 观看 看这个 情况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